皈依佛 佛就是佛教的教主 释迦牟尼佛 佛陀降生于印度 可以说 生在人间 修行在人间 成佛也在人间 所以佛陀给我们一个很实际的示范 就是我们透过修行 可以成就道业 佛陀出生为一个太子 将来要继承皇位 但是佛陀在游历四个城门的时候 看到了我们人生的四个过程 所谓生老病死 所谓老病死生了 我们有这个智慧 来面对自己的老病死吗 所以佛陀呢 也在思维这个问题 如何解决老病死的问题 如何去除生死轮回的问题 所以佛陀最后放弃了王位 他也认为修行 比做国王还更殊胜 到了苦恨您 六年的苦恨 最后也发现苦恨 不能够出生 不能够出生 智慧 不能够断除烦恼 不能够解脱生死 只是让身心受苦而已 也没有其他的意义 这也在告诉我们修行 要有正确的方法 所以佛陀呢 放弃了苦恨 在零年禅河 沐浴更衣 接受牧羊女 如迷的供养 要重回金刚座上的时候 佛陀就发愿了 若不成等正觉 终不离此座 最后精进半道 终于阅读明星 成就了佛道 当然 阅读明星之外呢 重要的是佛陀 因为悟到 世间 缘起 世间的一切 都是因缘所成 比如说我们的色身 我们的色身 四大甲合 四大甲合 当然就是 因缘而有 没有四大甲合 我们的色身 也不知道在哪里 再者我们的生命 所谓五蕴 所谓五蕴 而有 五蕴 和合 所谓色 受 想 行事 没有五蕴 我们的生命 也不知道在哪里 所以 生命呢 缘起 色身缘起 乃至 你的感受 你的想法 都是缘起 缘起者 就是 不是本来就有了 是因为你听了人家讲 看了书本 怎么说 所以呢 你慢慢有了想法 慢慢有了观念 慢慢有了知识 那这些呢 你如果认为 都是自己的 那佛陀给你讲 这些呢 是缘起的 它不是本来有的 是因缘成就 而有的 所以不管是受 不管是想 乃至感觉 乃至苦 乃至乐 这些我们说 世间缘起 所谓一切有为法 这是有 有苦吗 有乐吗 有得有失吗 有生有灭 这个所谓世间 所以从缘起 可以看到生灭 这要透过观照 否则有人执着于世间 也看不到世间的生灭 所以我们用观照的心 看世间 看世间缘起 看世间生灭 所谓本无今有 本有今无 三世有法 三世有法 无有四处 也就是世间呢 一直在变化 从来没有听过 所以了解生灭 了解无常 慢慢的我们可以体验到 无我的智慧 无我者 可以让我们 得解脱 所谓无我无人 观自在 这个是 从世间 到初世间 的一个 很重要的关键点 所以金刚经呢 一直在讲 无我相 无人相 而且这个我呢 是自己妄想出来 他是没有的 那你可能会认为 不就是有我吗 这个我的观念呢 应该是我们从小 就一直培养出来 因为在世间 在世间就是讲有 所以我们在世间 不断地培养我 不断培养我的概念 我的想法 我在快乐 我在痛苦 但是呢 我们要处理世间 解脱世间的烦恼 你也必须要有智慧 要有证见 或者呢你终究还是在世间 不能够处理 所以佛陀慈悲 告诉我们 世间缘起 世间无常 世间非我所 所以 我们应该讲 从小呢 就是在我的观念中长大 现在呢我们要学佛了 慢慢要学习 无我的智慧 这样可以从世间到初世间 所以我们有这个初世间的智慧 一者自在解脱 二者呢 当然了 就是 神慈悲心 能够救苦救难 让更多 在苦海中的友情 能够透过佛法的智慧 而得到处理解脱 所以这个是佛陀 所以这个是佛陀慈悲 告诉我们的 佛陀也可以不讲 因为受到大患天王的情法 我们才有这个福报 那你说佛陀 为什么不讲呢 因为佛陀也知道 要能够领受佛法的人 实在不多 但是呢 透过大患天王的情法 虽然不多 但是呢 也都为我们种下 未来得度的因缘 所以我们领受到佛法的殊胜 应该更加的精进 更加的用功 那么可以 透过修行 透过思维 透过观照 早一点离苦得乐 归于法 法就是佛陀成道后 讲经四十九年 说法三百余会 后来弟子们结集而成 所谓三藏十二户经典 这个就是 我们讲法药 佛法 也可以讲是 通往 解脱的道路 因为有法 才可以有所依循 才知道怎么修行啊 才知道行为 该如何做 身心有了正确 如法的依靠 这个是法 生就是 是亲近 政治正见的 弘法生团 所以大家归于之后呢 就是一位 正式的佛教徒 所以归于之后 要经常回到道场 做佛教的不请之友 不要法师请 你自己要自动 自动到道场 不管是参与法会 乃至活动 或是做义工 都是呢 在让我们 真福真会 所以道场是我们法生 会命之家 我们讲法同色者 就是在讲 佛法就是我们的家 所以归于之后呢 也可以说 回到佛法的家 回到佛法的大家听 这是 皈依三宝 那受佛戒者呢 我们讲戒 戒它不是束缚 戒呢 它是在提醒你 甚至呢 戒是在保护你 就像 我们开车 你遵守 交通规则 你会安全 所以规则是在保护你 不是在束缚你 所以这个观念 你想通了 我想你会很欢喜来受戒 就好像说 我自己得到保护了一样 再者戒呢 也是佛陀所至 应该讲 就是佛陀教我们 如何修行 因为透过戒 可以让我们去除贪嗔痴 所以这个是佛陀慈悲 告诉我们如何修行的方法 那这个戒呢 当然就是有出家戒跟在家戒 在家戒我们讲五戒 在家五戒 还有在家的菩萨戒 还有八观在戒 八观在戒呢 也是佛陀慈悲 其实呢就是让在家人体验 一日一夜的出家生活 就是一天做出家人 这个是八观在戒 让我们种下一个得度的因缘 非常的殊胜 五戒第一个我们讲 不杀生 这个是以不杀人为主 再者呢 不要故意去断众生的命 比如说有一些 一则讲畜生 二则讲小生命 不要故意去杀 可以讲去除我们的杀心 那当然呢 有一些小生命呢 我们无心之过 这个呢 知道了之后 当然呢 就是忏悔清静 再者呢 从中学习 让我们戒能更加圆满 会让我们的行为更加小心 还有把环境照顾好 自然呢 这些从已不会来 这个是讲不杀生 如果以广义来讲 大师也说 不浪费时间 也是不杀生 你浪费时间 也是在杀生 因为时间就是生命 这是以广义而言 再来不偷盗 不偷取 不盗取他人财物 现今的社会也应该讲 不欺骗 不诈骗 他人的财物 因为财物是 我们 能够 在世间 生活的物资因缘 所以我们讲 不偷 讲不到 讲不欺骗 讲不诈骗 第三个就是讲 不邪淫 因为在家 有在家的 正当的生活模式 也就是 在家可以有 正当的家庭 所以 邪淫者 比如说我们讲 你不要有 婚外情 不要有 对他人的 一些行为干扰 这个呢 也都相当重要 你如果 婚外情 那一定是破坏 家庭的和谐 所以家庭基础就不稳固了 那么 再者 你如果 邪淫的话 可以表示说 我们 有 这个 贪爱 有这个 贪恋 所以呢 才会 有这样 婚外情的行为 所以呢 佛陀讲不邪淫 也是在教我们如何修行 第四个是 不妄言 不妄语 讲诚实语 讲诚实话 佛陀在世的时候呢 罗浩罗 因为年纪小 喜欢 讲谎话 开玩笑 佛陀在呢 他就说不在 佛陀不在呢 他就说在 所以弄得大家呢 也是很苦恼 所以佛陀就告诫他 你不可以打妄言 不可以说妄语 所以讲真实语 这个也非常重要 再来就是讲 不两舌 不说杂话呢 不说试灰啦 不要东家长西家短 在东家说西家的不是 在西家说东家的不好 令两家对立 这个确实是罪过 所以呢 我们讲啊 不两舌 再来不恶口 不恶口 当然就是 要说 赞叹的话啦 都要佛法心 除非生战生啊 生战生 佛法心啊 人抬人啊 出为人啊 大家互相鼓励 我想呢 可以把自己的潜能 都可以开发出来 这个是讲 赞叹女 好原一去山东暖 二言伤人 六月寒 所以一言星邦 一言上邦 讲话呢 确实是一门学问 人家话一出口呢 就说不回来 所以讲话之前呢 要多加圆融 再来我们讲 不其语 不其语就是 不要讲一些 没有意义的话 不要讲 让人家丧志的话 好 不要讲让人家烦恼的话 所以其语者就是 浪费时间啊 对修行一点帮助都没有 所以我们讲 不其语 第五就是 不吸毒 一人吸毒呢 全家受害 你吸了毒 等于是 自毁虔诚 因为吸毒是犯法 而且呢 吸毒呢 身体一定不健康 身体不健康 你就不能工作 不能工作没有收入 没有收入 你又要吸毒 那一定是昨天犯客 所以你一吸毒 可以说自毁虔诚 所以这个绝对要避免 避免吸毒 避免贩毒 那么如果以广义来讲 我们也可以说 要去除我们内心的三毒 我们内心的三毒就是贪生吃 所以不管是戒法 不管是修行 基本上就是讲身口意 所以修行的一个很主要的目标 也可以说是勤修戒定会 洗面贪生吃 身口意里面没有贪生吃 这样呢 我们身心会清静 就会自在 所以我们受了戒 可以说有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因为有戒 才有定 有定 才有解脱的智慧 所以再次恭喜大家 能够因缘殊胜 在三宝座前皈依 受此五戒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 祈求观音菩萨 做甘露观点 让我们能够身心清静 在佛法的修行过程当中 能够更上一层楼 能够不惠增长 现在大家慢慢站起来